我們上台 因為這檔選舉 因為在選後 其實每個駐台代表來跟我講 就說他們實在是無法理解這檔選舉到底如何打得 我相信從西海域到中南海域 全部都在研究這個問題 沒有搞清楚這檔選舉到底是我的事 我後來自己想一想 這檔也很難再重複 這檔選舉其實不是一個人的選舉 就是大家一起來選舉 而且打到最後都變成 每一個都是參與者 所以這在 其實快想想 我們第一次開會就是 紅中秋那個晚上 8月3號晚上 在擅長結束後10點 在中方組他家第一次見面 所以有時候歷史是 一個一個跌上去的 所以 所以如果這樣想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歷史上 我們只是跑其中的一棒 然後 就很認真的在 當那個棒子在我們手中的時候 我們就很認真的給他跑 然後一棒傳一棒下去 因為歷史還是會繼續傳下去 那有這種想法的話 就好了 其實 其實這種 不管是 看這種影片 或是說 有時候到南部 你知道 當有很多人在 很熱情的在跟你握手 或是跟你歡呼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講 這都是一種 讓自己再 要更警惕 就是說 曾經 有這麼多人跑來幫忙 所以 所以我們要更 更認真的去做事 所以 其實台北市政府 真的是我一起 我想那個幾乎就是 我是跑到 因為怕再跑下去 旁邊人會受不了 我在停 不然 不然我真的就一天24小時 從早上7點開始 7點半開始工作 工作到晚上12點了 但是 不過是 跟以前當醫生不一樣 因為以前當醫生 是自己要去看病人 像我現在常常 就下一道病例下去 或是說 做什麼 他們底下就好幾天 都沒辦法睡覺 因為那次跟他講說 社子島 那個計畫也是要重做 他們要做到社子島 那個模型出來 他們整個 那個都花集大概 禮拜六禮拜天 都全部在加班 我看那個 也是好幾天 都沒什麼睡覺 那所以 還是那一句話 所有的 我們今天看到 所有對我們的煩惱 對我們所有的鼓勵 我們都要把它當 放在心裡面 想說 曾經是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我們只是代表 代表很多人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 我想這是 那個台灣公民社會 台灣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公民社會 那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公民運動 那也希望把這個精神 繼續留下去 台灣是屬於大家的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 當歷史的這一棒 交到我們手中的時候 我們就很認真的跑這一棒 好 謝謝各位